大家好,欢迎收看大屋实际 今天分享一个带鱼好吃的做法 首先将带鱼表面用小刀刮干净 然后倒入清水清洗一遍 碗中泡葱将料酒食盐 装匀腌制五分钟取心 五分钟后,把葱姜挑出来 碗中倒入一个鸡蛋浇散 将带鱼裹上一层电缝,放入盘中 碗中放适量的料酒,生抽成醋,白糖搅匀 起锅烧油,放入带鱼煎一下 碗面煎黄后,翻一面继续煎 凉面煎至焦黄,装盘待用 全程大约,把碗中 把葱姜放进锅中炒香 倒五六只,带鱼 开小火慢烧 筷子不停地搬动使其充分的吸收汤汁 两分钟后,关火,出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糖醋带鱼就做好了 吃起来酸甜开胃,肉质鲜嫩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,就关注我吧